说起曹格,会想起他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,而自从参加了《爸爸去哪儿》之后,很多人对他的认识重新定义。 为Grace爸爸和哲爸爸,他的妻子吴素玲在节目中虽然并没太多露面的镜头,但是因为身材娇好以及在家乡夫教子的好形象,也逐渐被网友所熟知。 10月24日晚,曹格更新一条动态,配文,海这么大,竟然被你调到了,并分享了一张妻子吴素玲和一条大鱼的合照,看来曹格一家又出海钓鱼了。 而且运气比上次更好呢,照片中吴素玲头扎着包包头,身着眉红色泳衣,笑容灿烂地抱着刚掉到的一条大鱼坐在游艇上,不得不感叹吴素玲身材保持得真好,少女饭十足,仔细一看,照片还是经过曹格的编辑的。 照片左下角用黑色字体写了自己的阴影名字Garry并且有一个黑色箭头,指向吴素玲怀中的大鱼。 这意思不就是说,吴素玲在人海盲盲,中钓,到了自己这条大鱼吗? 猝不及防又被喂了一把狗粮,其实这个梗也不是曹格第一次用了。 暑假的时候,曹格一家四口出海,吴素玲刷出儿子只要钓到鱼的照片。 而重点是,曹格夫妇俩居然在评论器中打情骂俏,当吴素玲吻到曹格鱼肝,怎么不见了的时候,曹格则一本正经的回答说,自从你吊到我之后就不需要鱼肝了。 吴素玲立马回复,了一个呕吐的表情,这样的爱情实在不让人羡慕啊。 当初J-O,依依和Grace上爸爸去哪儿的时候,两人都还小,一眨眼尖,两人都长大了,卓越来越帅气了,Grace也已经八岁变成小姐姐了。 曹格一家四口也算是娱乐圈中的模范家庭,经常一起出游,感情非常的好,希望他们一家人能一直幸福下去。